一 二 三 他怎麼弄 一名員警穿著制服 全身貪軟 但惜跪在地上 想要爬起來 卻一點力氣也沒有 一旁學弟看到立刻上前 將他給扶起來 科興員警脫掉職勤背心 坐在警車裡全身貪軟 身情看起來相當痛苦 一旁員警用手打著他的肩膀 將這名科興員警 從警車上給殘服下來 過程中科研突感到身體不適 貪倒在地 這起事件就發生在24號晚間7點 屏東這名科興員警 當時正在執勤公務 要將一名介護中的病患 給強制送醫 卻在執勤過程中 突然一陣不舒服 四肢貪軟 經送醫診斷後 這名49歲的科興員警 疑似是急性心肌梗塞 才會突然倒地 院方也立刻替他 施做心導管手術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 治療當中 送往醫大醫院急救 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 緊急施做心導管手術 甚乃在急診心臟科 加護病房治療當中 根據了解 這名員警 平時工作相當認真 突然倒地 讓同事也相當擔心 但原本要將人送醫 卻反而被急救 所幸及時送醫 目前醫院全力救治中 記者張春華馬 加於屏東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 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